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进行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1月28号 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宝申 中共当局最近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 对许志勇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进行了审判 其中许志勇被判刑四年 新公民运动触犯了神门的利益 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 首先请分析人士一同讨论这个话题 另外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对个人上传的网络视频进行实名登记和内容审查 符合规定的作品才可以经由网站转发 那么继微博微信的实名制之后 这个行动是否显示中国的信息控制 从大众传媒转战到了小众传媒 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也请来宾来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美国的重大新闻 首先是美国五大报的头条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的移民改革方案 包括让已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 获得合法身份 而不是转为公民 经济状况改善 没有能够提高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 华尔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阿富汗总统指责美国帮助或从事了 对阿富汗政府叛乱式的攻击 美国民主党领袖希望 奥巴马的国庆咨文为民主党候选人 在中期选举之前应对共和党人做好铺垫 近日美国报 华尔街没有能够从上周的大抛售中恢复 美国股市星期一继续下挫 华尔街日报 与NBC联合调查发现 美国民众日益担心奥巴马的能力 对经济状况不满 为美国的未来担心 奥巴马总统计划单方面采取行动 提高联邦承包商雇员的最低工资 在洛杉矶时报方面 美国歌手和平和公民权利倡导者 皮特希格逝世 享年94岁 乌克兰的抗议出现 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情绪 有团体发表了种族主义和反同性恋的言论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重要报刊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 今天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已经同意废除反抗议法 这项法律引发了首都基辅 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暴力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星期一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和反对派领导人 举行一次会晤之后 做出上述宣布 但亚努科维奇拒绝大赦被拘留的 示威者的提议 除非示威者放弃他们在全国各地 强占的所有建筑 示威者离开了他们在前一天晚上 占领的司法部大楼 但誓言如果结束与政府对峙没有任何进展 他们还将返回 反对派领导人 亚勤纽克正式拒绝了总统亚努科维奇 任命他担任总理的提议 目前尚不清楚 废除反抗议法 这个表态将被如何看待 去年11月末 游行者走上街头 当时亚努科维奇退出与欧盟的贸易协定 以便同俄罗斯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白宫表示 美国副总统拜登打电话给亚努科维奇 敦促议会废除反抗议法 并与反对派继续合作 以避免暴力 缓和紧张局势 另外在埃及方面 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 穆尔西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将接受审判 这是他和伊斯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被起诉的最新的刑事案件 在新的审判中 穆尔西和另外130人 面临曾在2011年越狱的指控 涉嫌在2012年 煽动以暴力对付反政府示威者的 另外一个案件 定于在星期六恢复开庭 此案去年11月开庭之后 已经被推迟两次 穆尔西还因为侮辱司法指控 而面临第三项审判 第四个案件主要涉及 与巴勒斯坦 哈马斯运动合作 有关的间谍罪指控 埃及军方去年7月 罢处了穆尔西 当局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来镇压伊斯兰穆斯林的兄弟会 逮捕这个组织的许多领导人 并将其宣布为恐怖组织 台湾处理与北京关系的陆委会主委 王玉琪说 他下个月将前往中国大陆 进行自1949年以来 双方官员之间的首次高层接触 王玉琪说 他此行对于进一步制度化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双方关系在最近数年已经升温 2月11号到2月14号 王玉琪将在南京和上海 会见中国大陆负责台湾事务的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王玉琪对记者们说 此行不会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将有助于建立沟通机制 以避免误解 近年来台海两岸经济关系改善 特别是在对北京比较友善的 马宁九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 和2012年再度当选连任之后 与此同时在泰国方面 泰国总理英拉将会见选举委员会官员 讨论是否推迟原定在星期天举行的投票 英拉一直坚持这次提前举行的选举 必须按计划进行 以结束这次威胁她执政的 长达几个月的政治危机 但是选举委员会希望推迟投票 说进一步的动荡的风险和反对党的抵制 致使投票不可能进行 数百名反政府示威者聚集在陆军大院的外面 英拉总理和选委会官员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 在那里会面 反对派示威者已经搅乱了一些提前举行的投票活动 并且誓言要在2月2号投票时 完全阻断通往投票站的道路 英拉总理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他解散了议会并且创立了一个改革机构 以摆脱危机 但是示威者希望先实行改革 然后再进行选举 说选举结果将被英拉执政党操纵 韩国星期二在局势紧张的朝鲜边境附近 进行实弹军事演习 朝鲜对此发出警告说将有严重后果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士指称 这次火炮演习是在韩国本土领海进行的合法演习 他表示演习将按计划进行 星期二早些时候 金敏士表示朝鲜的一份传真信件警告说 将有未指明的严重后果 除非举行韩方停止在延平岛和白陵岛上演习 朝鲜经常发出这种威胁来应对韩国在这个地区演习 虽然很少爆发敌对行动 但朝鲜2010年炮击了延平岛 造成四名韩国人丧生 朝韩关系最近几个星期出现好转迹象 双方至少谈论需要改善关系 不过许多人预计 韩朝之间的紧张局势下个月将升级 届时美国和韩国将开始大规模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许志勇 赵长青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 因为要求官员公事财产被当局审判 其中许志勇被判刑四年 引发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与谴责 那么新公民运动触犯了什么人的利益 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讨论这个话题 请您锁定收看 VOA卫视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that flavor-wise That's not my job 最先进最好的 但是中国还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共当局近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 对许志勇 赵长青 丁家喜 侯心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进行了审判 其中许志勇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许志勇等人要求教育平等和官员公事财产 被认为是非常温和的民主及维权活动人士 对他们的审判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和谴责 新公民运动触犯了什么人的利益 中共对付草根维权活动人士为何下如此狠手 习近平政权如何兑现司法公正的承诺 今天是大家谈节目 首先请分析人士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好的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哈对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 韩连潮先生您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夏明先生 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 夏教授是通过skype在纽约市参加我们的节目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日线电话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您拨打电话参加节目 发表意见提出问题 首先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韩连潮博士 就是这个新公民运动究竟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那么它为什么让当局这么恐惧 与此同时这个许志勇先生也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新公民运动首先是主要是好像是许志勇和其他一些人 在2003年的时候就提出来的 那么经过十年他们主要的诉求就是通过这个公平正义 然后爱这些一个一系列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和诉求 包括教育平权啊 包括这个同城犯罪啊 这个同城守望啊 这些活动那它主要是通过这个 是因为在这个中国现代的这个现行的专制体制下面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 社会运动但是它主要是以提高公民意识为主来包括参政这个意思 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组织 但是呢它有很多政治性的诉求 比如说把从这个专制向宪政转型 从这个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这样的东西 它本身呢也没有一个组织体系 也没有一个领袖人物 也没有成员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 徐仲本身呢是过去在深自刚 2003年在深自刚这个案件中间呢 为权参与这个维权而出名 那么他在过去十年中间一直在从事这个新公民运动 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教育平权上面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显著的去了显著的这个这个成绩 那一直呢公开的 他是一个法学博士 就是在北京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 所以呢他对中国这个宪政法制 对中国这个公民社会是非常的这个关注 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就是他的一个一个简大概的一个情况 对韩博士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新公民运动呢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草根性质的民间的维权活动 他们的这些诉求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政治化的 而且没有任何要试图所谓推翻中国中共的政权 这么样的嫌疑 海内外很多这个这个舆论都注意到 这次中共当局呢是以聚众来骚扰公共场所的秩序这个罪名 而不是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敬他们起诉 尽管如此许志勇仍然获得了四年的徒刑 那么很多人是认为这个判刑是非常严厉的 有人甚至用下狠手的这种说法 您认为中共当局这么严厉的制裁许志勇 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活动人士 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我想首先呢 这个对使用派行 包括其他这些一个公民运动成员的这种派行审判 反映了实际上是一场真心策划 精心炮制的以严重罪的这个政治迫害 反映了中国这个社会朝着这个纳粹化方向 又进一步的发展 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看到这个中共政权 他的极端虚伪 极端残忍 残暴 流氓 这个邪恶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 另外呢 我觉得他为什么 对公民 亲公民运动这样的 那么下当中的狠手呢 我想很明显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的这个措施 那么从819习近平讲话 控制要控制舆论占领这个舆论阵地以来 中共采取了种种的这个做法 就是要占领这个舆论形态这个阵地 那么徐志勇他们这些人呢 很明显就是说给他挑战了共产党的这些个 这个执政的合法性 鼓励公民站起来 维护自己权利 维护建法 给予他们这个权利 来要求官员这个公布财产 要求教育平等这个权利 这些东西对他是一个挑战 中共本身是特别害怕 所谓的这个组织 有组织的抗争行动 尤其是害怕街头抗争 那么徐志勇他们这些在街头抗争呢 很明显挑战了他们这个权利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惊慌 他怕引起所谓的莫莉花革命的这样效益 所以他要下狠手 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好的 谢谢韩先生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呢 中国政府为什么严打新公民运动 与此同时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 好 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朱先生 朱先生在线上吗 朱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的 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 我们听到了很大的回声 而且有这个拖延 山东朱先生您好 喂 好的 那么电话可能现在有一些问题 我们接下来呢再会接听您的电话 我们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中国当局 为什么严打新公民运动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 韩联潮博士刚才您讲的 就是说许志勇他们这个组织呢 新这个活动啊 这些新公民运动呢 它主要是致力于提升公民的意识 那么从您的观点来说 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中国公民的意识呢 还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那么它跟西方民主社会的 这公民意识有哪一些这个差别距离 我觉得公民意识这个在中国的话呢 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 因为舆论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控制的 所以公民意识实际上已经在中国 已经很大的这个觉醒 那么从过去公民组织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呢 已经在开始走向成熟 发展壮大起来了 那根据这个国内的一个统计呢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政府组织 已经到了差不多700万的这个数量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 政府的统计大概是70万左右 可见的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在形成 但是中共看不到这个公民社会 是保持社会正义一个基础 认识不到这是一个文明发展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所以呢 他一再地就是拒绝公民的这个运动 而且呢 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种心态呢 就是把公民看得是他的家路 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 老子的老子打下来的 老子改不改跟你没有关系 不管你 你只要敢上街诉求 我就敢亮剑 我就敢杀你 而且这个杀你 还是在这个法律的这种步之下 来偷偷进行的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些一个做法 是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首先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当局为什么对新公民运动 如此下狠手 我们参加两位客人 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另外一个是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 夏明刚才现了一些问题 夏明博士 刚才我们已经就这个许志勇 还有新公民运动 其他活动人士受审的情况 进行一番讨论 你还没有机会 那么首先请您谈一谈 习近平最近 甚至在最近全国政法委的工作会议上 都要强调 什么叫公平啊 司法公平 要正义 要公正等等 但实际情况 却不是这样 自从习近平上台一年多以来 中共对于不同意见 对于草根的民间的民主 和这个维权活动 进行比较严厉的打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 我们可以来分析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习近平和他的 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前任 那么他们把法律 基本上是看成 法律是坐在官府衙门前的狮子 它是用来吓老百姓的 它绝对不会是用来 去制约和钳制权力的 那么所以当他提 所谓的司法公正 只是说在权力 那么运用到对付老百姓 那么去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了 变得更就是有透明度 或者更可预测 或者那个法官 或者检察官等等 公安局 他们稍微可以遵守 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些 程序和法律 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司法公正 他并没有讲到一个 所谓的司法公正 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 那么司法平等 就是权力跟公民 那么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那么法律不仅是要 要治愈公民 要那个归属公民 那么法律呢 更重要的是要管住 那个约束这个权力 那么这点显然在他们的 司法公正理念里面呢 是没有这种想法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我在习近平 那个上台之前呢 我提出一个概念 叫弱主恶政 就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 就是那个专制君主了 他也是带来的这个政治了 比那种立主了 那个立正了还坏 那么像邓小平呢 就属于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那么在他的那个就是控制下了 中国还出现了就是自由化的倾向 但是呢就是习近平呢 他其实他之所以上台了 那么很多人是期盼他了 他有一种比较就是软的那种实力了 来那个对付就是那个就是 他面对的问题 但是呢结果习近平上台以后了 他显示出他的暴力的一面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因为他呢那个其实是被别人看低的 而其实他的本事呢其实也是不多的 那么如果他的才华呢要显示出来了 更多的是顺应中国的时事 那么用时事呢造英雄 但是他现在来想那个就是用他的 目前的威权呢 同时想打造威权呢 那么想控制中国的那个社会政治发展 来维持他的就是说这个 60多年的共产党的脑殿 那么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了 那么他是一个就是内心呢是非常恐惧 那么担心这个政权整个那个崩溃的一个 就是弱主 那么尽管他现在貌似很强大 那么所以这个弱主了 他担心呢他稍微一松口了 那么他的政权就会失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那个公民运动 包括对其他的就是微博方面的意见领袖了 那么都那个进行那个墙内的那个打压 好的谢谢夏教授 我们接下来我想再问一问您 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中共呢他这个所谓的法律呢 就是像狮子一样只对老百姓 那么韩联潮博士呢也谈到说呢 就是共产党呢他把这个 他的百姓呢作为自己的这个臣民 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封建的奴役的这个思想 那么您从这个政治学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能够帮助中共 逾越这样的一个思维障碍呢 对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了就是说 不是说怎么样帮助他们逾越 因为他们拒绝被帮助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李克强也是受过中国最高的教育的 那么李克强的导师 龚翔瑞就是在中国 那么一直倡导就是行政法和宪法的那么一个先驱 而且龚翔瑞呢是留学英国的 那么而且李克强也把那个丹宁的 那个法律的政党程序这些书内翻成中文的 那么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的高参 那么王沪宁 那么是我以前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 我们既是他做过的领导 那么也做过的老师 我们也做过同事 那么他呢对西方的文献呢 那么也都知道的 那么所以呢他们呢现在呢不是说 要给他们灌输什么新的思想 那么他们呢现在呢是其实就是为了权力的 这个根本的利益 那么在思考和在那个就是形式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 像那个我们知道的就是说 历史上的英雄 或者是创造历史的这些伟人 他们是用就是理念 用意志 用理想来指导他们的就是这个政治决策 而基本上呢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说一句比较熟悉的话 也就是还是屁股决定了他们的脑袋 那么如果看着他们可以在共产党政权下 可以如此的去那个捞去抢 那么去把就是说 中国的国民财富现在转移到离岸 转移到其他国家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他们呢 那么现在是要给自己买时间 买机会 要转移账务 那么同时呢要金蟬脱格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在装税 他们在装傻 那么他们现在已经不讲道理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对那个许志勇来说 最大的悲剧就在于 他还想用理性和讲道理的方式 那么去跟那个中共呢 进行对话 他还想那个找到了 在中共的体制下面呢 还有一些空间 他认为他可以利用 那么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残忍的这个逮捕 和那个就是那个判刑呢 那么其实就是想警告 所有的这些公民呢 任何一点点 你们认为有虚小的那个可能 有那个就是微小的空间 你想用来作为阿基里的基点 来撬入我的专制体制的话呢 那么我都要把每个口子要封 那个封上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恐怕就是 他的审判呢 那个传达出这个强烈的一个信息 好的 谢谢夏明教授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 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天津的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主持人先生您是好 我觉得这中共这个政权 他镇压这个镇压这许志勇先生 这个公民运动 我想这中共的共会政权 也就和和这个北韩 北韩头的进正安门 一样劣荡无耻的一个 一个习近平这样的 共会杀人犯政权 我想他在政治路线上 恐怕不管没有任何的改 不管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恐怕还都向政治倒退 这是我对这个习近平挣钱 那太麻烦主持人先生没事 好的 谢谢天津的何先生 接下来我们请云南的周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周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 哎呀现在这个中共啊 没有勇气要求官员公私财产 不但没有勇气公私财产 连这个回应老百姓的呼声 他们都没有勇气 你要公开要求公私财产嘛 就是抓 抓了以后就 原因是什么呢 哎呀中共就是 其实就是专制政权 他不愿意 他不可能愿意 公私财产的 然后呢 这个反腐 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呢 也是 是不是官员 云南周先生 您的线路时段时序 好的 谢谢您 我们已经听懂了您的意思了 接下来是山东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是我 我想说一下 就是我们当前 他这个公私财产的东西 他不可能公开 因为一公开 我们科技干部就完了 都全完了 你想想吧 他们现在这个腐败的问题 不仅仅是在 这个 在这个顶层那么上 在那个海外 那个前几天公布的 那个离岸资产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很多的 村的村官 都已经 那个财富都已经没法计算 他说 这个徐世勇 他们这个做法是对的 我是支持 但是现在来讲 他们是捅了 共产党的马蜂窝 那个一捅 就是 就是一公开财产嘛 我想 这个政党用不几条 就垮台了 但是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央不是要打老虎嘛 老虎苍蝇一起打嘛 但你现在 你 这个公开财产 就打老虎的一个方式 你公开财产了 有问题 你就可以 可以打老虎 又可以打商业 但是现在 你想不想应呢 你不想应 所以他们这个问题 他就是控制这个 控制这个 对他们的监督 另外还有一个 我个人还有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说 当前中国这个 假如说需要 如果习近平 真需要一个转型 那么他需要一个 稳定的环境 但是这个环境呢 就容不得 其他人在外面 进行搅局 不管你是这个 公民运动的也好 也不管是这个 你这个 就是左派的也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 稳定的环境 好的 这个环境呢 就是 谢谢山东的张先生 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 最后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最后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还是请您 把您的收音机 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 对 好请讲 那个我就讲啊 我就讲一点 我就讲一点 就是说哪一点呢 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些 这些就是习近平 以新云为首的新代领导吧 他们呢 我可能 我这么 用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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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住他 这个意思来讲啊 可能是他怕引火烧身 因为这个 这个一公开财产制度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说西方这些媒体 我们不太了解啊 可能像温家宝啊 他这个都已经在这个 美国的那两大 这个新闻媒介上 都已经公布了 对吧 我想他害怕的 这一年他怕引火烧身 这个 这我不知道 我也请这个 好的 这个专家给评论一下 谢谢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来您好 小博士刚才几位 听众观众朋友 都很关心 公布财 官员的财产这个问题 因为许志勇 他们就是要求 官员来公布他们的财产 所以才引火上升 引火上升吧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公式财产 不是主要的 公式财产 这是表面的现象 公式财产 可能中共会朝这个方向走 因为最近在海外上面 有很多说 七昌委已经向 这个中央正式 把他们的财产提交了 可能这是时间问题 要公布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 他们就是害怕 公民社会的兴起 害怕公民走上街头 进行抗争 反对他们的这个 要集权统治 这是关键要害 好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于这个中国政府 为什么严厉打击 新公民运动的讨论呢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 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课作研究员 韩林潮博士 以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 夏明教授 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严控之下 中国的小众传媒 是否来日无多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 美国之一 VLA卫视的时事 大家谈节目 中国新闻广电总局 日前发出通知 要求对个人上传的 网络视频 进行实名登记和内容审查 符合规定的作品 才可以在那些 播放在线视频的 网站上转发 官方称 新规定的 目的是要清除 网上的暴力色情内容 但是随着不少揭露腐败 和社会问题的 爆料视频广泛流传 这个举措呢 不难被解读为当局 要加紧控制 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传播 即微博微信的 实名制之后呢 对微视频的审查 是否显示出 中国的信息控制 从大众传媒 转战到小众传媒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请分析人士 来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嘉奔仍然是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韩林潮博士 还有美国城市大学 政治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 夏明 夏明 还有韩博士 欢迎你们两位继继续参加 我们的节目 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呢 是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请您继续拨打电话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夏明博士 官方的解释 当然说是现在这个网络上 有些这个视频呢 是太暴力 太黄色 而且太色情 您怎么看 这到底是为了打击 暴力和色情呢 还是进一步限制 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 对 这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 即使对暴力和色情 怎么样界定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 也涉及到一个 言论自由问题 那么第二的话呢 那么如果中国的 这些所谓的暴力和色情的话呢 那么它呢 就是说没有经过 很好的这个规范了 那么怎么样规范 是不是要由政府 通过新闻审查制度 那么这又是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觉得 这两个都是值得讨论的话呢 那么显然 那么中国实行 所谓的实名制了 那么我觉得就是 完全是一种 那个打压 那个就是公民的 那个言论自由 那么而且 最根本就是在于 它不是说 不仅是打压的问题了 它现在就是说 要把公民呢 好不容易呢 找出任何的新技术 那个获得的一些 言论空间呢 要把它全部给封杀掉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跟它镇压公民运动呢 那么都是一个 习近平下的一盘 最大的一盘专制的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像那个徐志勇 那么他们的新公民运动 那么获得声望了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就是2003年的邓玉交事件 而邓玉交事件呢 就是通过就是网络 那么这样的就是云集 那么这样的来 那个动员起来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 那个中国政府 不仅是要那个 就是封杀这种舆论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舆论呢 是作为动员 公民的那么一种手段 和工具 那么它现在更是要 那个封杀 这个整个就是 公民运动 封杀整个中国人的觉醒 好的 谢谢夏教授 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我们现场的韩博士 就是有统计显示 就是中国现在的 这个互联网的用户呢 有多达四亿 这么一个数字 那么也就是提供了一个 非常强大的新媒体的平台 那么现在呢 中共提出这样一个规定的话呢 会怎么样的影响到 中国新媒体的发展 那么还有呢 据您好像以前讲过 您对这个新媒体 对互联网 也是颇有一些研究啊 那么这个 在技术上的打压呢 有没有这个强有力的 反制的措施 对 这个 这个刚才夏教授 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这是中共的一个 一整套的战略 控制舆论 控制互联网的一个战略 那么习近平在 819的讲话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互联网 是亡党亡国的大敌 那现在必须要 这个亮剑 要主动的这个出击 占领阵地 控制 打击这些 所谓造谣声势者 不给他们任何空间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么后来一系列的做法 从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打击谣言开始 这个专项活动 到打击大V 叫徐丸子 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待的呢 到现在的这个 这个微博 这个 微博 微信 还有微信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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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加上这个 徐志勇公民力量 都是这一个一整套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做法 那么从视频上来讲 我想首先就是说 它会 控制这个言论自由 个人的言论就是 自由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侧面的负面的影响呢 就是说 老百姓的这个创新 艺术创新 要被扼杀了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就是说 从互联网整个来看 那么最近中国互联网 这个信息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讲这个微博啊 大量大幅度的下降 过去从三亿多 一下向到两亿 两亿八 两亿八的 其实差不多下降是百分之二十多 二十二点多的这个比例下降 这个下降呢 当然很大程度是 可能是因为微信的兴起 很多人转到微信了 但是呢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从下面来开始 明显的这个打压 造成这个微博的这个下降 数量急剧的下降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说 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双二键 统治者可以利用 老百姓也可以利用 他也可以给老百姓争权 但这个之间呢 过去实名制已经实行过好多次 这个实名制很早就实行 但是老百姓总是会找到一些办法 技术上突破这个东西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摸高一尺 大高一丈的不断的玩这种游戏 所以呢我想老百姓肯定会找到途径呢 打破这个实名制 继续呢利用互联网来抗争 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么中共看到自己 他这个采取这样的方式呢 是有作用的话呢 那会不会致使他更加加大 他的这个所谓的维稳的力量 对 这个现在就是给一种假象 就是在至少在目前短期里头 看到好像这个互联网 尤其是微博这个traffic这种这个人气下降 那么肯定给他一个一个一个假象 说我的这个措施 我的策略是奏效的 所以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打压 我觉得今后今年一年 可能都会更强硬的采取打压 像打压新公民运动这样的这个做法 通过法律通过技术化通过法律化 来镇压这些公民的言论自由 打压这个公民的这个抗争 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抗争 因为金明讲得很清楚 这个互联网 让他没有办法 这个来控制这个舆论阵地了 就是说 这样一小小的刚刚有的技术 因为新技术出现 给了一点政治空间 也要封死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想肯定会在其他的渠道 找到一个发生的这个机会 发生的空间 我想抗争还会照样继续进行 好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 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对于中国政府窒息互联网发展 有什么看法 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是 您好 您好 从审判史智云开始 您好 从共产党审判史智云开始 那习近平越来越像斯特勒 斯大林了 我要说的是 提醒民主国家 要注意中国今天才是真正的 中国主义者 对内阶压 对外拿着核大帮 威胁全世界 全世界了 而且东宫越来越像斯特勒了 提醒民主国家 再不要坏英国首相 张国磊此坏的错误 给我一个原子弹 我愿意提醒自己 大吊中南海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打来电话 接下来请江西的丁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丁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江西的丁先生 您听得到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 您是哪一位 是丁先生吗 你好 请讲 请讲 您听到您了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互联网打压这个 是很正常的 完了之后呢 问题是 有的时候呢 人家共产党 他这个社会 他不打压不行 中国人 四国一来 他本身就是一判反杀 你不打压的话 他就不行 完了之后呢 对内要应 对外也要应 关键是相对 是不是 好 谢谢江西的丁先生 丁先生认为 中共对这个互联网的打压 是有一定道理的 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喂 喂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请讲 请讲 我们听到了 这个共产党嘛 它是搞的专政制度 所以说它可能 通过各种渠道 对各种异议人士 进行打压 这个的话就是说 它不能容忍 这就是说 对它有不同看法的 因为这个影响面太大 尤其是互联网 对吧 网民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影响的话 那是很有波及感的 所以说共产党 它就是说 它是经过长期渗斗的 德来的江山是不是 它就很注意到这方面 这方面的很小 很微小的事情 它就很注意到 它懂得新兴之后可以燎原 所以说它不能 不能按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不可就要的时候 它就在毁之万一 就像我们 现在美国现在对共产党发展一样 如果说共产党 就是美国现在发展 让共产党发展的话 现在等到共产党 这个四晚进来的 以前你在和它正面 作战的时候 那已经晚了 它已经能 已经打胜在的把握了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吧 美国包括欧洲 西日本 都应该联合起来 对共产党进行合围和打击 所以就趁着 就是说解决那个共产党 和共产党主义阵营 和那个 和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阵营 那个最终的决战 我说最好做个明确的摊牌 真的把共产党给灭掉我去了 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 刚才几位听众观众 他们的评论吧 对 那么有几个了 我觉得非常明确了 那么第一呢 就是我们在海外的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 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他们对共产党政权和实质的评判了 那么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那么已经有一定的差异了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了 把法西斯这个词用出来描绘中国的 目前的政权的性质 而中国这个政权呢 它是对全球呢 那么和平和民主和自由了 那么形成一个 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大的一个威胁 因为毕竟中国政权 现在是人类历史上 最庞大的一个经济实体 第二大的经济实体 是讲了那个 享受有那个最高级的这个技术 包括核武器 因此它的威胁了 那么远远超过就是那个 德国 因为德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 而且它的威胁远远超过苏联 因为苏联它的那个经济体在全球 当时还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 那么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中国的奥巴西能认识 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西方国家显然呢 现在继续在奉行这个绥靖政策 那么尤其呢 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 包括美国的华尔街 那么长期在中国捞金了 那么它给就是中南海了合作了 那么其实在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那么它的起诉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 那个非常那个值得就是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刚才有就是听众讲到 那个中国政府 它的那个对微博啦 那么对微信啦 对这些微视的这个控制 那么其实呢 是打击异见人士 异见 其实不是异见和中共的正统的这个区分 而其实中共的这个就是帝国了 应该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邪恶的帝国了 那么它根据是中国的公共舆论的 这么一个冲突 那么其实现在微信和就是微视 它反映的那种公共的普遍那种情绪 和中国人看到的一种 每天的基本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常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老百姓呢 生活在这个政权呢 这个政权已经变得非常荒谬 那个这种荒诞的政权呢 它已经认识不到自己的荒诞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老百姓呢 就用危机 那么就用就是那个摄像机呢 就在记录中国的荒诞 然后他们呢 把它给放在就是那个视频上 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 显然呢 那么它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它是要压制中国的公共舆论 而不是所谓的打压中国的这个意见人士 那么第三呢 我想评论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中国政府的长期采取的政策 就是说替代 然后呢 控制 然后最后呢 就是那个来那个就是消灭 比如说它那个对就是西方国家的谷歌 它用百度来替代 最后它控制 然后最后呢 把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互联网的 这个信息流通把它给消灭掉了 那么它用微博来替代就是西方国家的推特 那么最后的话呢 把就是那个中国老百姓 在微博上的言论空间呢 给控制住 最后把它给就是消灭掉了 那么它现在呢 它用那个就是微视了 来代替西方国家的YouTube 那么现在呢 它又把它给控制起来 又把它给就是消灭掉 那么我觉得它这种就是 替代控制消灭的这个三光政策了 那么其实就是说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呢 会引发中国老百姓的 那个中国整个民间社会的全面的 反抗 那么我觉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中国那个引爆点呢 最后是由谁点燃的 那么很多的就是民主人士 维权人士 都说我们要加最后一根稻草 来压垮这个骆驼 其实最后这个引爆点点燃的 是习近平他本人 因为习近平正好在点燃 这个引爆点 最后让中共政权 那个真正的 面临着爆发和崩溃的那一天 夏教授 我想再问问您 就是您刚才也批评了 这个西方各国的政府呢 对中国现在这不太符合 这个世界潮流的 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形式呢 是有一个纵容的作用 采取这个绥靖的政策 那么据我所知呢 就是美国政府在 有一些这个外交政策呢 就是保持对这个 一些专制国家 像是伊朗啊 埃及啊等等 包括还有中国在内的国家的 互联网的这个畅通 那么在这个这样一个策略呢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头呢 占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目前来说 对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认为美国最高的决策者 包括总统 那么他们觉得呢 现在对中国呢 是要保持这种那个融合 那么进行就是那个接触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能影响中国 那么但是呢 就是我们看到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呢 那么其实这种接触了 带来了那个整个西方民主制度和法治 还有就是西方那个市场经济的那个俯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美国呢 那么需要有就是像 有那个杜鲁门总统 那么有就是肯尼迪总统 和有里根总统这样 具有就是远见 具有勇气和胆量 那么胆敢 这才是真正的就是西方国家 要对中国要进行谅见 那么胆管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时间和地点呢 那么跟他说不 然后让那个他的那个清晰和渗透了 那么必须被阻止 那么我觉得这个老恐怕的是 目前的西方国家那么最缺的 好的 我们的节目现在差不多 还有一分钟左右吧 请韩博士谈一谈 您对中国今后互联网 这种控制与反控制 发展与后退之间 相互这种斗争的一种展示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斗争 肯定还会继续进行 刚才这个夏教授讲得很好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王岐山过去在中央常委里头 推荐大家看这个 托克威尔的这个大革命与旧制度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更应该要看 第三帝国的新亡 我们过去我们都读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本书 大家应该吸收吸取这个历史教训 不要走上那个纳粹的那条道路 这对国家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 国际社会国际和平也没有任何好处 但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大趋势 是不可以阻止的 互联网的自由 虽然受到很多这个限制 但是这个它技术的发展会有很多很多突破 会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讲是双人简 一方面让统治者有控制的这个工具 另外呢给老百姓也有争权的这个能力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方式 发起一场这个网络抗争 网络超限战来击败这个专制体制 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对许志勇案件 以及互联网自由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韩恋潮博士 以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校民教授 参加今天的节目 不过各位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的美式民主栏目将向您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回到VU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节目的最后是美式民主栏目 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崇尚自由 其中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 无论你的信仰如何光怪陆离 美利坚都是它发扬光大的乐土 信仰与自由能完美融合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200多年前美国的国父们如何将宗教自由的精神植入美利坚的机体 200多年来美国的宗教自由又如何在种种挑战中发展实践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金碧辉煌的电雨 栩栩如生的菩萨 虔诚庄严的祝导 这是在老窝还是泰国的寺庙中吗 其实啊 这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佛教庙宇 这座寺庙很像老窝移民的一个社交中心 但也不仅仅限于老窝人 也是泰国移民 可能还有少数华人的社交中心 老窝是个佛教国度 70%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当年飘洋过海的老窝移民来到华盛顿 便在这片玉米地上建起了佛寺 把母国的信仰和文化延续到美利坚 筑起新的精神家园 这座寺庙对老窝移民非常重要 它的目的不仅仅是进行佛教活动 也是个社交中心 老窝老年人会到这里见见朋友聊一聊 就算开几个小时的车 他们仍然喜欢到这里来 聊天 给僧人们提供午饭 或是讨论些问题 美国只有大约0.2%的人信奉佛教 但是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 受到美国宪法保护 有一方自由发展的天地 绿居北美的佛教徒们 能常常在寺庙中敬拜 听经 延续着自己的信仰 相对于佛教徒 美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为数众多 据称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期间 有两名肇事者曾经藏身在这座清真寺中 2007年11月 这座清真寺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因妨碍司法公正被判入狱135个月 即使如此 达埃尔海甲清真寺并没有被取缔 美国联邦调查局也不得干涉寺中的正常活动 其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的好处是因为有宪法第一修正案 我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宗教 可以结社 可以进行宗教活动 并自由在更广泛的社会中 谈论我们的宗教 美国是自由的国度 无论你信奉何种宗教 踏足这片大陆的每一位移民 都可以享受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 祈祷礼拜 甚至哪一天你接到神的指引 要创立一门宗教 或是建立一个教堂 都可以在美国实现梦想 心理学教授阿拜巴菲卡德 来自埃塞俄比亚 三十多年前 只有十几岁的他 作为活动人士逃离埃塞俄比亚 跨越边境 在沙漠地区走了几个月 后来又辗转野门 苏丹 荷兰等地 最后到了美国 那是1970年代中期 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 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所以我在美国住了32年 其中还有两三年 我曾穿越沙漠 还曾入狱 二十年前 他和朋友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建立了一所教堂 专攻埃塞俄比亚移民 前来礼拜交流 大约二十一年前 我明白了 要保持内心的完整 即使你是难民或者流放者 也不意味着你必须放弃自我 如果你将这个基础打破了 即使你还活着 能吃能动 也真的死亡了 因此让埃塞俄比亚的流亡者 有一个地方敬拜 是非常重要的 几个埃塞俄比亚人 帮助我建立了这所教堂 我们建起了它 现在它已经壮大了 不仅仅是我们的教堂 成为流亡者的社会组织 而且目前在美国 埃塞俄比亚移民 有许许多多的教堂 可以进行敬拜活动 我们的教堂 是最早的一批 两百多年来 宗教背景各不相同的移民 在美国建起了 形形色色的教堂 他们就像一个个信仰坐标 展示着美丽间 宽容的胸怀 即使你是刚到美国的留学生 宁静的校园里 也展露着看得到的宗教自由 校名中带有天主教 路德教 基督教等字眼的 一看就知道是教会学校 而美国的私立学校 往往和教会关系密切 比如哈佛大学与清教徒 耶鲁大学与公理会 普林斯顿大学与长老会 布朗大学与禁理会 有着深厚的渊源 美国一些媒体用宗教命名 美国影坛和体坛的很多明星 则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就像你知道的 这是美国的好处之一 我们在建立教堂 注册以及得到 非盈利组织待遇的过程中 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法律允许我们这么做 美国各类宗教 可以如此自由地繁衍发展 其法律基石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第一项核心内容便是 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 或者限制宗教自由实践的法律 从1791年至今 这条修正案中展示的 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 一直是处理美国政教关系 最根本的法律基石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另外呢 时事大家谈节目 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平台 希望您能够更加直接 更加频繁地和我们互动 请现在就上网和我们联系 好 希望我们的节目 陪伴您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申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舟 我们下次节目见 时事大家谈节目 已经登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 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at VOA 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 slash VOA IO 腾讯微博账号是 at时事大家谈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和节目组联系 电邮地址是 voa大家谈 at 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收入 视频道 收入 视频道